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最近的问题越来越成熟 婚姻是必要经历吗 什么叫必要经历 我们在那边探讨 是必要的经历吗 必要经历的吗 其实白话文就是 每一个人都必须结婚吗 这样可能你就比较听得懂 我常常在想 什么人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样的问题会是 哪种心情的人问的呢 可能结过婚 然后觉得很痛苦 我很后悔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还是有很多人 可能没有办法完成恋爱 找不到结婚对象 或者是他真的很想单身 他就会问 我一定要结婚吗 但是现在我来跟大家解开 头脑里面的一些些 可能不太正确的观念 所谓的婚姻是什么 两性关系啊 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 你会恋爱啊 你会遇到爱人啊 跟那个爱人啊 有一些生活啊 相处 或者是 养儿育女 生儿育女的修炼跟经验 这绝对的 那现代人对于婚姻的观念是 我们用法律 两个人哦 结婚是一个被法律保障的事情 可能我们不用用这个角度啦 去看婚姻 因为结过婚的人都知道 两个人在一起 但最终法律有去保障这段关系吗 也没有啊 要劈腿造劈腿 要离婚造离婚 对不对 我想要用一个比较健康正向的态度 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两性关系 亲密关系 找到一个爱人 找到一个伴侣 跟他可能有养儿育女 组建家庭的这样的一个 人生的修炼 在这条路上 你现在正处在哪样的阶段呢 可以做什么样的功课 还是说你遇到一个爱人 你不想跟他结婚 你不想受到法律的保障 我们来调整一下 我们可能今天不是来讨论 法律的问题哦 而是两性关系 亲密关系 你处在什么样的阶段 你要怎么样去完成 这个人生的修炼 最难的修炼 那芷茵你选几呢 我选4 选4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 选4 这张牌叫做等待黎明 我相信啊 现在你可能有个男朋友 对不对 一直以来 你所有的私人的感情工作 都曝露在阳光底下 大家透过你选的牌 那我会说 恋爱你可能已经完成了 那么你在结婚的这个议题上 我相信你一定有遇到一个很难的难题 无论你今天选的这个牌哦 你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 你都有在你的婚姻里面遇到一个难题 这个难题你必须去突破 去穿越 因为它是一个黑暗期 是一个比较难 难以突破的一个题目 那可能你可以找你的伴侣 好好的聊一聊 或者呢 你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啊 你跟他聊一聊嘛 要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好吗 有没有难题 可能有哦 好不好 你们就去探讨你们的难题去解决 那未婚的你要穿越这个难题 你才可以结婚啊 那已婚的你要穿越这个难题 这个婚姻才能够持续下去 去解决这个难题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1的同学 选1的同学这张牌叫做海底伦 未婚跟已婚的人都一样 已婚的人呢 你跟他的关系你还没有扎根 很多人结了婚之后 不知道还要好好的 把两个人的相处磨合起来 要融入那个家庭 最近有一些人 他们传出在结婚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后 互交 都是因为他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没有扎根 没有融入那个关系 所以你们的问题是扎根 那如果你是一个未婚的人 你可能要跟你认识的那个人 刚恋爱的那个人 真正成为男女朋友 你们的关系是真的被 确立确认的 这才能够真的迈入所谓的 我要结婚 对未婚跟已婚的朋友 我都有很好的建议哦 这都是你们现阶段要努力的 加油哦 这个如果努力努力有成 就可以发喜帖了好吗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选二的同学 选二的同学这张牌叫做魔法 如果你是一个未婚的朋友 你把感情经营的很好 那你就去结婚 如果你是已婚的同学 你已经学会了在感情中怎么样 经营婚姻 经营感情 经营你跟这个家庭啊 跟老公啊 跟整个家族的关系 所以经营婚姻生活是最重要的 恭喜你哦 你的客套很好哦 继续把你经营婚姻生活的 这个习惯呢 延续下去 要延续一辈子 好吗 延续一辈子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 选三的同学 选三呢 这张牌叫做潮浪 潮浪叫做再接再厉 未婚的 你遇到一个对象 没有结果 你经营一段感情 没有开花结果 这很正常啊 你要再接再厉 叫做下一个对象会更好 那如果你已婚呢 啊 总不能说下一个会更好 哦 离儿这个下一个会更好吗 是这样哦 你要找出 你在婚姻中 你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啊 没有解决的话 下一个还一样 不是离婚就可以解决问题啊 你跟这个爱人 遇到这个问题 你即便跟他离了 下一个还一样 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家庭还圆满的 就是代表他们有好好的 再接再厉的去努力 突破解决任何的问题 或难关 又懂得呢 磨合 又懂得经营 生活要磨合 生活要融入 婚姻生活要经营 潮浪 再接再厉 一直努力解决那个问题 有时候治标没有用 要治本 好 最后 有样的难题 要去突破 要去克服 要去穿越 这四张牌 如果你解决了 那么法律呢 就会好好的来保障你的婚姻关系 终于或者维持一个好的婚姻 到白头偕老 就是要做到这四点 这一集看十次好吗 下次红豆泥抽幸福卡 下次见